美国华盛顿国家动物园里的人气动物大熊猫宝宝 今天将搭乘专机返回中国 熊猫宝宝现年三岁是出生在华盛顿 是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最有名最红的明星之一 有关宝宝今天的行程和动物园的现场情况 接下来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 请他给我们介绍那边最新的情况一华 好的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在美国华盛顿的国家动物园熊猫馆前 那么今天稍早呢 动物园方面是已经将大熊猫宝宝 送上了游联邦快递特制的熊猫专车 送到了华盛顿渡了司机场 那么现在的宝宝呢 已经正在飞往中国的途中 其实在过去一个星期呢 动物园呢是特地举办了许多的活动 还有一场道别的party 能够让民众和这个宝宝来亲自道别 那么今天早上呢 为了使这个运送宝宝的过程平安顺利 园方也是特地的从早上八点钟 闭馆四个小时 下面我们来看一则有关的报道 2013年首次亮相的它 只有一个手掌大小 到现在已经重达205磅 华盛顿国家动物园 人气明星动物大熊猫宝宝 2月21号启程出发返回中国 过去三年多 宝宝可爱的样子 吸引了许多游客特地前来争相目睹 动物园大熊猫照护人员说 宝宝个性独立 很早就开始离开妈妈美乡的身边 探索世界 宝宝非常独立 也活泼好动 我认为这对他到中国后是很重要的 他将在那里生活得很好 中国大使崔天凯 也特地前来为大熊猫宝宝送鸡 华盛顿动物园特地收集了游客 为宝宝所写下的卡片 让宝宝能带着华盛顿的祝福搬到中国 宝宝从出生到现在的每一个生命里程碑 都使得园区里的每一个人兴奋雀跃 宝宝在雪地里玩耍的画面 也令许多民众想起儿时的童年回忆 宝宝虽然出生在美国 但却没有美国籍 根据美中之间的租借协议 宝宝接下来要回到位于中国四川成都的 熊猫保育基地 继续完成传宗接待的使命 地球上只剩下大约1800只熊猫 所以每一只熊猫都很重要 中国的熊猫培育项目显著成功 因此我们这里产下的熊猫 能到中国参加这个重要的项目 令人十分兴奋 也许有一天 宝宝的小孩或孙子能回到大自然 一同搭乘联邦快递熊猫专机的 还有一名照护员和一名兽医 他们陪同宝宝度过漫长的16小时直飞旅程 华盛顿国家动物园说 他们相信宝宝到了新环境将适应良好 语言不是问题 我们所有训练都是使用手语进行 你可以比手势让宝宝把嘴巴张开 而不是用嘴说 园方特地准备了50磅竹子 5磅苹果和两大袋的红薯和零食 在专机上提供宝宝任何时间食用 美国之音记者李奕华 张伟华盛顿报道 好的 看得出来园方方面的准备呢 可以说是相当的充分 那么我们知道 其实大熊猫呢 在一天当中有13到16个小时 都是在吃东西 那么其他时间则是在休息或是玩耍 那么在宝宝离开之后呢 目前华盛顿国家动物园里头 还有三只大熊猫 其中包括宝宝的父母 也就是天天和美乡 以及宝宝的弟弟 目前只有一岁大的大熊猫贝贝 那么许多观众可能会好奇 为什么出生在美国的这些大熊猫 在这么小的时候呢 必须要返回中国 事实上呢 所有在美国的大熊猫呢 都是从中国租借来的 那么根据美中之间的租借协议呢 所有的大熊猫的幼崽 必须要在四岁之前返回中国 因为在五六岁的时候呢 则是大熊猫的生育 还有繁殖年龄 因此宝宝呢 在去年八月呢 是庆祝了他三岁的生日 那么现在呢 则是他返回中国 进行生儿育女使命的最佳时机 那么在宝宝离开之后呢 目前全美各地 一共还有四个动物园呢 有大熊猫 那么其中包括 我刚刚所提到的 在我们华盛顿国家动物园里头呢 还有三只大熊猫之外呢 亚特兰大的动物园里头 也有四只大熊猫 另外呢 在圣迭戈的动物园里头 也有三只大熊猫 最后呢 在孟非斯的这个 提纳西州的孟非斯市呢 也有两只大熊猫 还在美国 目前就是我们所在现场 掌握到的情况 主持人 好 谢谢一华 非常感谢记者李一华 在华盛顿国家动物园的 连线报道